好,其實我也才26歲 所以剛畢業了,跟大家的年紀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剛好 因為我怕月亮找我來 然後是跟一群那種更厲害的人在下面聽我講 我也覺得蠻緊張的 那其實我想要先跟大家講 就是如果我剛才聽到有些人想創業 然後其實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我一些朋友 或是以前我都自己都覺得創業好像很帥很好玩 然後我一些朋友來 然後覺得你們好屌什麼 那我心裡都想 其實我真的是超累 真的是累到就是 每天到12點1點還在工作室在弄東西 那唯一覺得就是創業跟去工作差別不同就是 你在創業的過程中 你會不會為了一些階段性的小成果 就是小確幸 然後感到超爽 就是太棒了 可是事後回想起來 回想過去那一年 所感受到小確幸 就覺得其實也還好 他很小一點 但就是 但就很高興 當下就很高興 就是想跟你的partner分享 想跟你男女朋友分享 想跟爸媽分享 但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差別可能是在於 你如果真的要做創業的準備的話 那你要就是能忍受就是 這個過程中可能一切都是苦勞無功 然後就是 錢也很少 然後有時候還有被錢追著跑 然後還要被人家騙 諸如此類的 好 那 因為我自己的創業的東西有兩個 有兩個東西 但有一個是當初很不認真的弄 然後有一個是去年才成立 所以 我等一下都會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好 再一次 嗨 大家好 那我就先從那個就是 2018年開始講 2018年 我跟我們以前都跳街舞的 就是我們以前是舞蹈老師 就是學生的時候也在教舞 然後也給我自己的團 那以前在台北的時候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名氣 那有大部分的學生然後有在教跳 月亮以前的跳舞他也是跟我們同期 不過那時候他就算競爭對手 但是他都了解我們這些過去 那 那時候是因為大惡的時候 我跟我們團的學長 那我們想到是說 我們能不能做一個東西 然後是代表舞者他們心裡 所想的一種生活態度和概念 譬如說像現在衝浪的人 他們可能會想去買那個 有Quickserver 那以前在滑板的時候去買DC 那我們那時候希望 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覺得 為什麼沒有一個 可以代表舞跳舞的人的服飾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成立了這種 這種東西 但是我們那時候做的時候是很隨便的做 就是有錢就做 沒錢就不做 然後今天抄架就不做 然後今天可能覺得 覺得大家好像可以買皮衣服 然後有點閒錢 那我們就做 就一直這樣過了三年 對 那一直到前年我們才開始認真做 那這個就是這個服飾品牌 那因為我們從這個CREATION這個服飾品牌 然後衍生出了這個PRISON 那這個PRISON我們做的是視覺設計行商公司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幾個重要的人裡面呢 有人會做設計 有人會攝影 然後我們也有會做就是行銷或是包裝 那也接受日常公司的投資 那所以我們就成立這間公司在去年 那我們希望 這三陵鏡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三條形 我們那M是一個三條形 我們希望 客戶是一道白光 它經過我們三個 我們三種能力的這個三陵鏡之後 它出去可以變成一個彩虹的成果 對 那大概是上街 那接下來我在講我的動機 因為它是說要動機嘛 那我在講我的動機的時候 我會再稍微帶到一下 我們曾經做過的事情 還是沒有 好 好 那現在就 我做第五 麻煩是Steven幫我介紹一下 那CREATION當初就是做自己真的需要 我們那時候是舞者 所以我們需要是一個 能夠彰顯我們生活態度的東西 even可能只是一個字體 even可能是一些街舞的文化 我們需要這個東西來代表 我們在穿 我們走在路上穿搭夠帥 然後需要代表 我們自己生活態度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做了這些東西 那做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會如何演變成 就是變成一個街頭超流的牌子 就是從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一直因為不斷的需要 不斷的需要 所以做了不同的事情 那這個首先是所謂跳舞需要的 好 maybe在座的各位 可能都覺得這天一服飾在幹嘛 你根本看不懂 但是因為在街舞的風格裡面有一個Locking 那跳Locking他們的文化意義就是要穿橫條紋 那橫條紋衣服很容易找到 但是我們的衣服在頂子這邊 我們做一個例 然後後面寫著 I am a Locker Locker就是跳Locking的人 那這時候他穿這件衣服 他就能上場比賽 他就能去練舞 他就能去表演 那這個他就是不用再去自己去訂做他所專門需要的衣服 那上面那個Quamp Quamp就是一種很憤怒的舞蹈 所以我們在字體上面用一個爆裂方式的呈現 為什麼會不會那個衣服拉起來 在Other Space可能在兩年前做過 但是我們這個在我們09年的時候就做了 因為跳Quamp 因為他彰顯一個衣服很爆裂很暴躁 所以他把衣服拉起來拉到頭上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設計概念 那這個棉褲就是因為跳舞都需要 所以他一定會穿這種東西 所以這是跳舞需要的 那接著我們做一些跟流行需要的 就是我們這品牌做一些跟迷彩 迷彩文化一直到現在在流行的時候 它會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書寫體的大字體的衣服 或者是那個Polo熊 那個Polo熊你仔細看 它裡面有Wispy 有維達里 有藍白托 有香服袋 有吊嘎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在90年代的Polo熊這東西 影響著Hair文化 影響著街舞文化 所以我們萃取這個過去的元素 然後來改造成為台灣貝爾 這是我們做的流行文化 那還需要一些詞釋 譬如說這是舅舅 這是張道志 我們跟他的牌子做12年限定款的外套 那或是那個2012那個 Creation Crush Your Mind 那個是爆裂文 因為去年修得很流行爆裂文 那2012是瑪雅預言文化 瑪雅預言世界會末日的那一天 是爆裂的概念 所以我們把它結合起來 那最像那一個 Mike Jackson那一個是我們 整個過去來賣最好的一件 就是速度賣最快 五天都賣完兩百多件 是因為我們在他40一週年的時候 推出這個紀念題 那他的重點是他的袖子 有一條白色邊 因為那個是他每次去表演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個舞 他會紮一個袋子 那這是代表我們對他紀念跟尊重 那算是搭一個順風車 那一年就是 那一週忙很快就賣完了 那還有一些 我們為了要奠定我們在街舞文化 或是在街舞文化的一些地位 所以我們必須跟一些大師聯名 或是跟一些比較同的團體 這個是頑童16 我們跟他們做一系列產品 那藉此奠定我們的一些品牌地位 或是一些產品的內容 那最後就是目前在台灣的所有的國際街舞賽事 都是跟我們合作 我們來幫他們包裝商品 也就是完全讓我們的服裝品牌 在街舞圈成為頭 的一個展現 那這是我們所需要的這個過程 也是我這個品牌的 從過去到現在所做的事情 那接著就是PRISON PRISON它是一個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夢想 因為我們都有的夢想 那但是這個夢想 它走得到但是要很久很久 在台灣一定要很久 那是什麼夢想 我也要跟大家介紹 那先講我們的那個設計的部門 我們設計的 它是專門做一些形象設計 或是圖像設計 那現在看到這個 那個是頑童的LOGO 這是陳喬安他已經脫離經濟公司 順便讓大家知道一些八塊 他脫離經濟公司 他自己成立公司 然後大家做這個 那這個Terry Lin是那個 我是想蕭亞萱的他的舞者 大軍老師 他自己的公司的LOGO 那這是我們最近幫一個產品 茶葉產品做完整的包裝規劃 跟產品發想跟設計 那這是設計部門 我們會做的一些事情 那也因為我們有設計的能量 所以我們可以接下來做 影像這部分 就是整個視覺的包裝 那我們 我們做影像這個的人呢 他的擅長是做人像攝影 所以他會做很多婚紗的藝術的 甚至是 陳冠希的CLO T 他們的春季的商品聯名的形象拍照 或是藝術照 或是活動錄影 那我們要做這麼多 就是從設計到影像 我們都做一個規劃 我們都有這能力 然後可以幫企業 可以幫品牌做一整套的形象的包裝 那接下來就跟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目前手上做的案子 第一個是那個茶葉的案子 那現在這個茶葉是 他在下個禮拜他就會上市 那我們就是幫他做一系列 從產品命名的發想 從產品的品牌名稱 然後到包裝規劃 一系列都幫你做 那就是從視覺 從市場定位 從產品的包裝 全部都去幫他完成 或者是像這個音樂餐廳 他的商業空間的規劃 我們針對他的目標客群 然後來去包裝他的商業空間 然後來幫他做他的整個壁畫展現 那最下面這個是我們目前 今年的最大的一個案子 那是 這也是我們需要努力很久的夢想 它叫做Dance Alive Dance Alive是一個街舞的比賽 那它是從日本來的 那它這個比賽呢 它是在各國家都會有世界性的賽事 世界決賽 那明年 今年它會搬進台灣 為什麼會搬進台灣呢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給這個 這個比賽它的主辦方投資的 所以它明年會搬進台灣 這個比賽 那這個比賽過去有辦過 有曾經辦過在台灣辦過決賽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就是它在孔廟 總共是三千多人錄場 然後塞爆那地方 那這一場不是世界賽 這一場是台灣決賽跟日本人的比賽 是亞洲賽 那我們為什麼會變 說這是我們的夢想 是因為我們剛才前面 所做這麼多事情 我們去幫客戶做這麼多事情 做這麼多事情 我們其實都希望 我們可以從這邊得到機會 得到媒介 得到資源 甚至於得到經費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透過creation的力量 去包裝街舞選手 然後讓街舞選手 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加提升 讓他們產生附加價值 讓他們得到更好的待遇 再來 我們有這些專場 我們有這些記憶 我們希望可以讓街舞的比賽 不是各位所看到的 只是看到一群人去那裡比賽 我們希望讓它變成一個 更具職業水平的運動賽事 它是一場秀 它可以是一場秀 它可以是一場很競爭激烈 英雄主義的比賽 但我們希望透過比賽的內容 透過我們自己在工作 接觸到機會跟媒介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的服裝產品 我們去襯托出街舞選手 他的英雄的感覺 襯托出他的明星價值 我們希望可以包裝成這樣 為什麼我們相信台灣可以 因為這家日本公司 在日本就是這麼操作 他透過他去跟企業品牌 作為一些公關行銷售或計畫 置入他自己的贊助選手 然後來去包裝他 然後來去讓他有更多工作機會 有更多曝光時間 然後來去提升他們街舞 街舞選手生活的待遇 所以其實我們很愛街舞 所以我們雖然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都希望 把我們所做的這些機會跟資源 還有經驗 投入在我們的街舞選手身上 讓街舞的選手更好 或是讓他有更好的待遇 等等諸如此類 那因為時間很快速的大概講一下 就是合伙人的選擇 其實就是在找老婆找老公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對的人 不然你們很快就會離婚 就會吵架 因為我發現合伙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去找到很重要的人 我們曾經找過錯的人 然後付出的損失也很大 那資金就是 有時候做衣服或是做活動 你一定會遇到資金很困難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你就要去想著說 撐過這一波 我一定要撐過這一波 有一句俗話講冷天 就是人怕扁就過了 就是沒有感覺 你一定要應聲過去 你一定要應聲過去 再來就是 這個是在最近接的一些案子 就會覺得 有些老油條 有一些競爭對手 對我來說我也才26歲 我不是三幾歲的那種大人 我會很難接受他們這麼 勢力以為 會很難接受他們這麼 可以為了切責而不責手段的一切 那種感覺 但是這也是我在學習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以後也都會遇到 那最後我送給大家一句話是 專注做好自己在行的一件事情 它會演出其他更好 更多更好的機會的報酬 因為我就是專注做好 我creation的事情 我的服裝品牌的事情 那最後呢 我得到日本的公司的認同 他們願意投資我們在台灣 成立這間公司 所以我們才有這些經費 才有這些資源 才有這些機會 去做其他的 不管是設計 不管是型 不管是攝影 不管是品牌包裝 我們才有機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獲得這些機會跟資源 還有經驗 我覺得經驗很重要 然後投入到我們所愛的東西 就是接入真相 那我相信大家都去做好 你自己在行的 你自己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你越做越好 越做越深 你會有其他更多不同的機會來 來找你 像你們今天來這個地方 就是你想要專心做好 你自己加深你自己的內涵 你會認識更多的人 你會接觸到更多不同的業態 不同的朋友 那 可能在未來 他就會成為你的 得力的助手 得力的夥伴 諸如此類 那 我就快速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